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于娟说 今年的喜神落在南方 财神落在西方 贵神则落在西北方 想要求财的朋友可以面向西方迎接财神 对于想要注望求学升职的朋友则建议迎接西北方的贵神 他说 迎接财神的吉日可以选在农历正月初一 至于吉时则依据各生肖而有所不同 不过正月初一是丁毛日 因此属鸡的朋友不适宜接财神 对于无法在家里迎接财神的朋友 可以在大年初一前往香火鼎盛的庙宇 抢上投注香 以便能够抢头彩 具有先拔头筹得到神明眷顾的意思 另外 择日开市对于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今年初四 初六 初七 初九 即正月十二是开工的吉日 如果您想要开运迎福 这里有三种方法 第一 打开门窗让旺气进入屋里 第二 选择及时出门或拜年 第三 找出自己屋子或房内的财位所在地 并放置十令吉的红色钞票 换个焦点 配合金属年 很多人的家里或商场都布置了与属有关的装饰物 可是放置在槟城M Summit191行政套房酒店前的黄金属 却在上周凌晨不见了 不过根据毕露电视所拍下的片段显示 原来这只可爱的黄金属是被三名男女顺手签署 酒店管理层目前不追究 只盼偷窃者归还黄金属 今天的新闻就给您播到这 在农历新年期间 光明日报将休息两天 年出山照常出版 另外 光明日报也为大家准备了年刊 内容包括各大生肖的今年运势 因此 想要了解自己的运势是如何 请记得购买光明晚报 在这里也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回见